這可能是中國建國以來,最大也最有趣的一項烏龍工程了 青海荒野裡建成的青海省海南洲生態光電園裡,原本打算荒莫興建電廠,沒想到要以外獲得一個大草原 陸發草場不安套路出牌,好好的發電廠卻被一群羊攻陷,最後成了大草原 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?本期影片就讓我們來詳細了解一下 事情發生在青海省海南洲的生態光電園 歌原是為了解決能源問題和保護生態環境而建造的 然而,由於土地問題,原區的一塊草地沒能按計劃建設,成為了一片大草原 原區負責人決定將這片草地留著,但沒想到卻遭到了一群羊的攻陷 原來,這群羊從附近的牧場逃出來,找到了這片綠地 他們喜歡這類的草,而且也沒有人來驅趕他們 於是,他們開始在草地上自由活動,這場景引來了原區工作人員的注意 原區工作人員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明白羊群對原區的光電站產生了不良影響,導致發電效果大打折扣 於是,工作人員決定透過建立圍欄來阻止羊群進入電站區域 經過幾天的努力,原區工作人員成功建立了圍欄,終於將羊群趕出了電廠區域 現在,青海省海南洲生態光電園區恢復了正常運行,電站的發電效果也回到了正軌 這次烏龍事件,為原區帶來了許多困擾,但也為大家帶來了有趣的經驗 原區工作人員表示,他們將加強管理,並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再次發生